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 自古以农为本 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和辉煌的农业科学技术成就 从选种 整地 播种 中耕除草 灌溉施肥 防治冰虫害到收获 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 包括北方的农业汉作技术体系和南方的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 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 历代农学家和官府编撰了多种多样的农学著作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水平 我们接下来对具有代表性的几部农书略作介绍 凡胜之书 西汉末年农学家凡胜之传 对十几种农作物的种植过程做了经验性总结 特别是记载了合理利用水肥 保证小面积高产的驱种法 和对种子进行先期处理 达到防虫防汗增产效果的搜种法 四名阅令 东汉农学家崔石编著 首创以阅令写作农书的体力 主要记载当时的农业及其他方面生产和生活活动 提名要素 南北朝时代北魏农学家贾斯协助 全面记录了中国北方汉作农业技术 内容涉及农作物栽培 选种 育种 土壤 肥料 果树 蔬菜 养鱼 养残 耕作技术 农具 畜牧 兽医和食品加工等方面 该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后世综合性农书的编撰具有深远的影响 《茶经》 唐代 陆语所著 是中国第一部 也是世界第一部关于茶的专注 该书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以前 我国劳动人民种茶的经验和技术 也记述了作者自己的有关体会和认识 《陈福农书》是现存第一部 反映宋代江南水田地区农商生产的综合性农书 作者陈福生活的时代正值两宋之交 这本书是根据他一生的实践经验写成的 所记述的都是经过作者实践检验的 使用性非常强的农学知识 可以作为实际生产的指南 《农商集药》是元代以斯隆斯名义编撰的大型综合性农书 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 该书吸取地带农书中的重要材料 特别是介绍了《残桑业成就》 这部著作在元代先后刊印一万余部 对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促进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王真农书》 元代私人撰修的大型综合性农书 作者是元代木克活字发明家 农学家王真 这部著作内容丰富 贯通南北 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概括了 元代农业生产技术 农业发展水平等方面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政全书》 《明末徐光启传》 是中国古代篇幅最大的一部农书 系统地总结了传统农业政策 和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成就 这些农学著作流传至今 其中的不少农学知识仍然富有生命力 接下来我们讨论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 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和积累 中国古代医学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医药体系 中国古代医学以气、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 从生理、心理、病理、诊断、药物、治疗、预防等各方面 综合考虑 强调辩证失智 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 代代相传 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 至今仍是医学重要学科 在中国古代医学发展过程中 涌现出了一批著名医学家和医学典籍 一直影响至今 第一 中医三大祖师 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匾阙 东汉末年的内科医师张仲景和外科医师华佗 匾阙姓秦明月人、河北仁秋县人 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扁确是别人对他的尊称 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和参法看病 并创造了不少为人传颂的起死回生的奇迹 人们称他是神医 张仲景名姬、河南南洋人 他勤求古训、博彩众方 提倡经究方数、撰有《伤寒杂病论》 将《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 应用于伤寒病症的诊断治疗 和张仲景同时代的名医画陀 自原画、安徽伯州人 是一位以精巧的外科手术 和先进的麻醉术而组成的名医 被后世尊称为外科学的鼻祖 他发明全身麻醉术 已久充服麻醉伞 对患者施行俯强手术 他提倡体育锻炼健身 编创了五琴戏 即模仿虎、鹿、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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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然动作姿态的保健操 第二、中医学著作 迄今已知中国最早的一批医学著作 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博书和竹简 包括十余种医书 《黄金内经》为中医奠基性著作 以皇帝和齐伯的对话的方式写成 在战国时期已流传于世 后经秦汉医学家修订 补充成书 全书分为素问和灵书两部分 包括人类的生理、心理、病理、医理、药理等理论 以及诊断、针灸、预防等方法 对后世中医学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书中的精华是阴阳五行学说 丈夫经络说 整体观念、治本思想 作者当时已经发现了血液循环流动的现象 我们前面提到张仲景著有《伤寒杂品论》 他确立了中医传统的辩证论治原则 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第三、中药学著作 约成熟于东汉时期的神龙本草经 收入了365种药物 是中国一部早期药典 中药学极大成者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收集的药物 大大超过了神龙本草经及其极著 这部著作于万历年间传入日本 此后逐步传向欧洲 被译成德文、法文、英文等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引用过本草纲目 以说明动物的人工选择问题 第四、针灸学方面 魏晋建民间医学家黄普密 著有最早的针灸专著 针灸甲乙经 对针灸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北宋著名针灸学家王维一 设计并兼制了文明中外的针灸同仁 并赚有同仁数学针灸图经 元代华寿著十四经发挥 主张任督二脉各有专学 应当与十二经相提并论 并对十四经的经学、寻经部位 所主病症等做了大量论述 王维一和华寿是宋元时期针灸学的两大家 为针灸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此外还有不少医学家和医学著作 在中国医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比如西晋明医王书河著有麦晶 奠定了麦学基础 再比如东晋葛洪著有走后贝极方 是我国现存较早使用价值较高 影响深远的一部方书 图悠悠发现能够有效降低 瘧疾患者死亡率的青蒿素 灵感就来自这部著作中所介绍的青蒿之 他因此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是中国科学家 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科学研究 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 南宋提行官宋慈写了一部法医著作 喜源纪录 在中国被奉为经典达600多年 直到近代仍被译为多种文字 被译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金元时期 医学界形成金元四大家 即分属 寒良 宫下 补土 养阴 四派的著名医家 刘丸肃 张从政 李稿 朱镇亨 他们发展了中医 使中医向分科的方向前进 我们本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中国古代地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地学成就 主要体现在地理 地图绘制和地质等方面 战国时期的著作《山海经》 开了古代地理区域描述的先河 所描述的地域 不但包括中国的广大地区 还论及中亚 东亚的部分地区 在具体内容方面 涉及上古之洲的地理 历史 民族 宗教 动植物 水利 神话 巫术等 是一部综合性的地理著作 成熟于战国后期至汉初的 上书与共 把古代中国分为九州 并对各个州内的山川 湖泊 土壤和物产等自然环境 以及自然资源进行系统性描述 是古代优秀的综合地理著作 管子地原篇论述了地势 土壤与植物 以及土壤与地下水的关系 并对土壤进行了分类 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土壤分级标准 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制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 以地理命名的严格地理著作 首创以郡县正区为纲 山川物产为木的体力 为我国疆域地理制的始祖 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北魏地道员在大料史料和广泛考察基础上 为三国时为人所传水道著作《水晶》作著 完成三十多万字的《水晶著》 《水晶著》记载河渠水道和湖泊等水体 2596个 《河流达》1252条 为水晶的十倍 是我国最早最系统的一部水道著作 现今学术卷研究水晶著 被称之为力学 北宋政治活动家 科学家 沈阔所著《孟希比坛》 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重要文献 内容涉及天文 数学 地理 地质 物理 生物 医学和药学 军事 文学 考古 及音乐 等学科 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全书分26卷 17个门类 共609条 其中设计地学知识十分广泛 包括地质学 矿物学7条 地理学 地图学20条 气象学10条 沈阔没有停留在感性描述的层面 而是将所见自然地理现象 加以缜密的分析研究 寻求内在 外在之间的关联 并提出自己读到的见解 比如 他对海陆变迁的论述 对流水侵蚀作用的看法 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明代著名地学家 徐霞克所著《徐霞克游记》 是以日记体技术作者 游历全国各地的地理和人文 等方面建文的著作 对所经各地的山脉 河流 岩石 地貌 气象 生物 物产 交通 工种业生产 风俗 习惯等都有详细记载 书中不仅描述作者 对各地人文和自然景观的所见所闻 而且探讨一些自然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一部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 古代地理名著 我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技术 早在西汉时期就达到相当水平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三幅西汉出的地图 描绘了湖南中部至广东珠江口一带的地域 其中的山脉 河流 城市等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西晋地理学家主持编绘的与共地域图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于记载的历史地图集 它在地图学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中国古代的制图理论 制图六体影响深远 原代诸斯本曾绘制与地图 这是一部大型全国地图 绘制精度大为提高 到明代时 著名学者和地图学家罗鸿仙 对与地图详加考定 大家增补 绘成我国最早的一本全国分省地图集 广语图 清朝康熙年间曾进行全国性的测量 并在此基础上绘制成黄语全蓝图 在中国古代地学史方面 还有许多重要人物和成就 比如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 把中国人的视野向西扩展到了非洲东海岸 大大丰富了中国人对南洋 鸿海非洲东海岸的知识 它绘制的郑和航海图 记载了中国至东非广大地区的重要地名500个 并简单著名各地的罗针方位等内容 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 最后的过阳千星图 描述了利用简单仪器 观测星辰角度和高度 以确定航行方位的观星法 郑和航海图最早建于明代毛元仪五倍志中 现通行本为向达整理的郑和航海图 我们本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